6月5日星期三 跑马地的跑马场赛事 会用全阔A栏 暂时天文台说 今天星期一星期二 都会全日下雨 星期三就是有少少 局部地区性骤雨 预计 场地都会正常 始终谷草的赛道 去水比较快 还有 经常都说 现在香港真的很少 可以跑黏地 好像黏都少了 除非不停下雨 但局部地区真的更加少 唯一一样东西 始终彎较急些 入直路的时候 很多骑士都不会很早 在彎位踩 因为拿不到平衡 很害怕 怕跌 马都会害怕 因为始终草面濕 所以很多时候 在前置就有利了 原因是 很多骑士都会 拿好平衡才骑 所以为什么之前 班顿、田泰安 和雷神 这么厉害 就是在彎位 直接踩油 但田泰安 最厉害的是 在彎位半踩油 踩上去之后 就按住 就不会踩完 所以常常都是 入直路之前 以为 好好走势 以为赢得 但怎么知道 就捱不到尾 anyway 首先讲讲 头场 三班2200米 同场只有四只马 跑过这个路程 当中也有四只马 是减了两分 首先讲讲 一号马 是时胜二 平分现在减到八十分 当然是 开始有点微利 上次跑 菊草千八米 即下来跑三班赛 用黄进减了五磅 回来输给狂武派 勇敢传说 不失礼的 因为始终你勇敢传说 没见过 狂武派 也是没见过 他在前面走回来 鱼势不算 他顶得住 冰桂神族 关键时机 勉强收货 始终 他跑2200米 他在贵内 78分赢过 当时是用黄进的 今次用黄浩南 黄进受了伤 我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始终季内赢过 当时赢动力飞鷹的勇敢传说 金龙神区 那种类型的马 是季初的时候 上季也赢过田草2200米 也在75分的时候 用李宝利跑过 这个路程 也跑过第二名 始终路有专场 气量又足 也可以在前面走 我觉得这些马是拖回票的 但是不会用来做胆 我觉得 状态不是最好的时候 但是纯粹赚着跑法 拖脚稳固 非常坚定 这只马我真的不敢划死他 因为贵内只跑了四场 但是呢 如果没有记错 在贵内初出之前 已经开始选他 已经说 这只马 不同了 好像早来了 看这集好像挺好 但是阵上跑的 真的比较差 在四月十一日 和疑狼市集 当时就直接不肯走 当时是 不知道是什么健康测试 或者是什么 需要马会 才让他再跑 当时是pass了 之后 再四月二十六日 司科 谷草的 试货全天候地 四月二十六日 在田草 在田泥 和陆路智星试一货集 包尾回来的 一直都不觉得有什么好走势 然后去到五月十七日 和东来城区试这货 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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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和现在评认真的有利 另外一件事 我明明记得他的状态来了很久 但当然他阵上跑不到水准 不可能我看错 但始终在这一组里 有长度气量 他是其中一只 我建议三四重座要拖回票 但纯粹拖脚 马主升辉 败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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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败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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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純粹靠最後一場來到香港 血統方面 我覺得他是1800甚至打上的馬 2200我不敢說行不行 起碼會比16501800 只不過我擔心他來地會比較好一點 除非是有一個偏黏的場地 否則真的幫不了他 火箭區轉馬房之前就贏過一場 上季轉馬房之前也是近而沒有威脅 轉馬房之後只有一次第四名 這次再跑2200米 他之前貴賴是跑過一次的 當時是3月的事 當時是雪碧澤西德、白威龍、粵魚、喜連賽星 沒有什麼威脅的 他只是跑贏了美麗經典 神舟復星、活力靈驅 他是純粹跑的氣量 而跑得勤而追一段仔 這些馬轉馬房之後 神速多漂亮也好 你永遠都是純粹拖腳 不會放棄 但是只能夠拖腳 我建議最多拖腳 如果真的忍不住手 忍不住氣 要倒這場的掛 好,摘西德 轉馬房之前也看到這隻馬是有起色的 之前在2200米入圍那場 當時他在前面前置 在內蘭都省下 也不是打對制的 但也很輕輕鬆鬆回來 而頂得住合合威龍 合威龍可能是嚴長 但他被喜連賽星彈掉了 而這隻馬蟹可以在前置賺 好,然後再看上次跑場2400米 黏地 也在前面 也在前面回來 不是輸很遠 輸給很好馬 但後列那群馬回來 他是輸給聖利仔 蒙古王 但其實我覺得不算頑皮 因為始終初跑這個路程 還有稍稍嚴長 好,看看操練 他在近期和船尼多彩試一貨泥閘 你看看那貨閘 他試得非常非常之好 雖然他是要騎上來的第三 但他剛剛跑完2400米 而今次他跑2200米 但他試一貨是1200米嚴短 他要騎 我覺得很合理 但起碼先給你反應 那貨閘時間是OK的 而這隻馬有點像馬到成功 我都說這隻馬是進步的 之前那手連馬師是減不到一隻馬 馬到成功 轉到馬房之後 我上一場覺得 不知道會否嚴短 要試多一場 誰知道真的馬上贏 這隻有一點影子 看見這隻馬是進步了 70分有一點評分優勢 七檔 我想他應該可以貼著一隻 視聖意埋去掛 先推出來 跟著在前面站 好過彎位才踩油 但他的跑法比較彈性 如果他覺得 他出來之後 只有視聖意放 他就推出來 頂著外面的赤坡神龍 但如果見到 不是很多馬快 他就留在後面追 因為他可以有彎位跟你踩 始終跑過 在這個路程 全組裡最快的時間 我覺得他比較可信 旅遊首席 爆冷的那場 真的 三班那場千八米 是一個非常快的時間 快步速 還有一個大利前置的偏差 可以捱到回來 爆了一百一十五倍的冷本 上場就打回圓形 雖然下線是Galileo 但我覺得這隻馬 你看看他 在外國的賽職 都排到14006 在大不列頂錦標 都排到4 我覺得一般 平分沒有優勢 第一 第二 就是延長 我選不到他 雖然他前置 好了 神龍區 這隻馬 轉了馬房之後 連續兩場 跑第五 近而沒有什麼威脅 你看看外國賽職 我當時選這隻馬 跟人爭論 就說 不錯 贏了兩場 其中一場 Math Cahill 還有 Hill Bowman 就贏了 贏的對手 不算很厲害 但是他贏得輕鬆 雖然是大爛地 但是 Quinson Form Line 當然不夠好 他贏在Walwick 為什麼那個和泳 很有趣 Walwick Ipswich那兩場 贏頭馬當然不厲害 但是在東濱 贏那兩場 我覺得OK 而且這隻馬 根本不是那麼短的馬 當時的叫價比較貴 我就說這隻馬 最多二班馬 應該 那麼貴就不值 如果他減半價 就OK 但是太貴了 所以就沒有選到他 那 最多一陣子 進來這個馬主 我再跟大家詳細說說 他的血統 他一族還沒有加眼罩 在外國是有眼罩 以前戴個眼罩 都不可以 因為可能上手電馬師問題 我其實在等這隻馬加眼罩 看回他上次5月15日試 即是輸完之後 他的功夫沒有什麼特別的 Cody 富里馬斯跳過一次 之後 一直都是助手跳 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的加勒功夫 而且好像上來 擔下飛 被飛上堅虛感 我覺得這隻馬 一當 跟他追了一段 但是真的我覺得 有稍稍嚴長 我怕這隻馬稍稍嚴長 我怕他這次是 不像那隻勇敢傳說 不是那些越拉越長的馬 輕微地覺得 他應該輸了這場 甚至是輸了兩場 下班 假眼罩 4班 1400 1600 我怕他這件事 因為這場馬比較難 比較難一點 但我覺得 少龍彩 赤火神龍 我會開給大家看 那個外國賽職 連續兩場都近 而有一場被人燒 被人攪 他來到香港之後 還沒跑過2200 跑過兩次 都是輸得很遠 但晚上奴場是1800 很仔細 看看他 Holy Roman Emperor 外國的賽職 他在巴西 他是什麼賽職 他跑巴西打比 跑遠地2400 是輸的 跑地4 輸6個馬位 但他贏了一級賽 遠地巴西 城市花園的馬場 跑遠地 1分58秒66 當時是快時間 當然是很快時間 但當然 我不肯定當地的賽職 那個時間是怎樣 因為他贏了這場賽事 只有15萬港幣的獎金 這隻是紅馬來的 開始適應了 完全適應了 這個路程一定沒有問題 這個路程 但你考慮一下 他的級數 跟大家講講 嘩 嘩 這個馬好事 怎麼了 不好意思 講講他的級數 他剛剛那場 好似快地 輸給月光 那場擺得明是有些斑 跑輸給他的自然君子 和駕駛 他前那場跑了3 亦不是輸遠 輸給冰桂神竹 和管之星 但是那場馬 他被人搞的 中段被人搞的 當然不是說燒得很過份 但是真的被人搞到 再之前在四班 也有一場千八米 重戴眼罩那場 那場他又在前面放回來 自己放得快了 中段開心日子上來拍他 所以他最後一場就頂不住 輸給奇樂無窮 算回賽職 輕磅 用莫雷拉 奇練合作成功率又高 你不能不選他 但感覺上只是拖腳 好了 講了那麼久 我想我就要選馬 我選馬 我們選了這幾隻 我選了扎西達辣 時聖義 火神龍 和飛上堅 我覺得火箭區 神龍區 馬主升輝 和旅遊首席 我會這樣排 五六七八選 這些馬 感覺上是拖腳的 如果你要計算的話 時聖義和赤火神龍 兩隻馬 兩隻馬都是前置的 應該可以賺 扎西德辣就是薄的 一件事就是會進步 轉了馬房內 潘頓肯騎 其實連成功合作成功率很高 你不能不要 這三隻組馬應該是最明顯的 而神龍區 我覺得明顯是減分的 但是為什麼會 他的馬房排序 是先過飛上堅 這件事是扎爆頭 想不明白的 但是兩隻馬差不多 因為飛上堅 狀態不是最好的時候 但是他始終有個路 路程方面是比較適合 過神龍區 所以我放在第四選 但是最基本 五一八 或者五八一 應該是這條鐵角走不掉 但是一隻是潘頓 一隻是莫雷拉 然後一隻是王浩藍 那不如 頭場賽事 我經常都說 分析完之後 頭兩場都不要玩 看完的偏差 看了騎煉手影之後 後面更加得心應手 始終賭錢 你是為賭錢為贏錢 不是為一個人 對不對 你也看過電影 看不合 就打電話下去 叫碗雲吞麵吃下 不需要長長賭 這個我看法 我覺得 頭場賽事看偏差 當然 這場的偏差很簡單 你看一下赤火神龍和時勝二 放成怎樣 以及摘西德納會在中段 在中段踩油 還是一組隊出來 而後追馬方面 你看一下 神龍區 火箭區追多少 大概都可以猜到 什麼情況 但是我沒有猜錯 這場馬 應該會有隻馬在中段走掉 例如我猜摘西德納中段走掉 然後越大越遠的 很難追 希望我沒有猜錯 好了 講到這裏 十五分鐘 多謝大家收聽 也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去支持我的Facebook 以及關注一下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了 拜拜